在我们的云端上面的云端白板的第二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你可以找到这个逻辑函数的程式码这边 所以刚刚我讲的内容 刚刚那个公式这边其实就有 OK,这个是合格不合格 这个是多重的逻辑 那其实比较容易做错的 大部分都是后面这个几个刮虎 因为常常有时候前面有前刮虎 后面一定就要有后刮虎 所以前面有三个后面就有三个 只要不要打错的话 基本上应该就不会出错了 不过这个还是需要多一点的训练 反正练熟了之后 而且尽量要理解的 有没有,它一定是什么 这个为条件嘛 然后为true的时候是这个 那这个后面这个就为force 有没有,force就是这个部分 那force里面继续在判断 所以if里面有没有,if 然后再一个逻辑 然后为true的话是这个 那为force的话就这一串 到这里有没有 前刮虎在这里,后刮虎在这里 OK有没有 然后再判断 如果这个是逻辑 那这个为true是这个 为force是这个 后面刚好三个 所以有那个结构 如果可以的话 回去也可以试试看 从头到尾 不要用那个 我刚刚用那个方法 你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把它打完 那表示你是真的理解的 如果不行的话再练习看看 因为将来 那个google四串表 或者其他的四串表 就没有像 我们现在也可以跳一个 那个画面可以那么方便 所以变成说以后 如果你假设要用别的四串表 那你就会有障碍了 所以怎么办 OK 也是Gash 多一个能力的话 你就不会一直依赖了 所以有的人 用了eSale之后就回不去了 因为eSale什么都有了 那你用别的什么都没有 没有 虽然它也是四串表 也可以做 但问题很阳春 差一个功能 你就觉得 哇 这实在太麻烦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就要来看一下 如何变VBA出来 因为主要 eSale的函数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比较简单的逻辑 这个还可以深的 但是比较复杂的 一般我就不会 不会用eSale的公式 因为它只能一行 然后全部都错在一起 错也不知道错哪里 可是eSale的VBA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逐行 逐行慢慢叙述 OK 它错了 你可以知道错哪一行 OK 好 那所以处理比较复杂的东西的话 其实还是用那个VBA吧 那这个地方我们来 大概demo一下 跟各位讲一下 后面的话呢 我们主要 要产生总共有 四个按钮 四个按钮 那四个按钮顾名之一吧 就是四个SARB 有没有 以后看到按钮 就是想到SARB 所以以后的话呢 你就固定在SOP吧 如果我今天我要做四个按钮 那我就写四个SARB 有没有 那SARB的名称的话呢 那以后就加在SARB 这个按钮名称就加在SARB的后面 然后ENTER它会自动帮你加 后的刮弧 然后ENTERSARB 自动会出现嘛 那你就把对应的东西写上去 所以尽量的话 有一个固定的流程 固定SARB 你就照着这样的方法 那我一直强调吧 尽量反正你就照这个方法写 或者说如果你怕写错 如果你手边能够把我那个讲义的部分 云端的这个白板部分拿来当范本 刚开始可以照着打 打久了你就会了 就不用 你慢慢就习惯了 那我们大概会需要做四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输出公式 ABCD 那这个公式实际上是把它怎么样 直接把这个公式直接放到这边来 让它输出 OK 应该还记得吧 这边写过蛮多了 已经写了两个范例了 然后清除 第二个 清除的话也写过了 第三个的话成绩 合格不合格 不过你会发现 它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里面是放公式 那我们其实不是用那个输出公式 而是在VBA里面先处理完之后 把合格跟不合格丢出来 那最后的话是一个成绩多重 多重的话就是什么 丢出来也是ABCD这种结果 但是里面不像旁边这个是用公式 你会发现差很多 这个公式的话里面要放这么多资料 那如果你输出结果的话 它只会记录ABCD一个字而已 跟这么多字比起来的话 当然以那个节省空间来看 这个当然会比较节省空间 好那怎么做 基本上我们待会来看这四个 如果你可以自己冲通 以后如果可以 这就变成说你工作上你假设想得到 你也可以做出你要的按钮的话 那当然表示说你真的学会了 那我们逐一来看 第一个 这个怎么做 OK 一 一样要开发人员 这个我想前面讲过了 自己开 好 VideoBasic OK 打开之后的话 建议是把它缩小一点点 因为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写 一般我习惯上把它缩小 这边把它缩一下 缩成这样 二的话呢 开始撰写程式 那撰写的话呢 第一步一样什么 看干脆先把这个先复制一下 这个假设计是没有 所以把它移掉 这个空的 那所以你打开VideoBasic 先把它缩小 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呢 再打一个sub 那么sub 然后按钮名称叫成基底线公司 Enter一下 有没有 它就出来了 就这样 再来的话 诶 姿态小了怎么办 它工具 选项 拽写风格 把它改大一点 不然的话字看起来很很小 有时候 看起来很容易那个眼睛不舒服 而且有 容易有那个干眼症吧 尤其现在3C产品看太多 真的 很容易还眼睛太干了 所以尽量还是字放大一点 尽量的话 还是一定要动一点脑 就是用 想这个程式 去让它去跑 而不是用你的眼睛在跑 所以 我觉得学程式还有个好处 可以让你的眼睛负担变小 还有双手的负担也变轻 因为大部分就打程式 程式不多 打完 其实事情就做完了 好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一样嘛 就subOK了 接下来就是告诉它范围 范围的话是第二列到第七列 所以按个TAB 跟它讲说 这个回圈是4i等于第二列到2 第七列 Enter两下 打个Next Next是下一个 OK 所以先2 下一个是3 下一个是4 它会弹回去 然后按个TAB 做什么呢 把储存格里面 拿一个储存格 Sales 你前面一般都i列 逗点 哪一栏呢 输出到h栏 所以这边的话给一个文字叫h 然后一般习惯是等于空的 里面再放公式就好了 所以其实这个写完 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这个其实就清楚 所以你当然你这边可以看 这个好像跟我前面也有写过类似的 所以我只是做个复习 OK 所以这个清楚 输出公式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复制到这边来 这个点一下 复制 但是这个现在取消 如果没取消 你如果点那个VBN 之前的同学点 点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游标还在这里面 所以一定要取消 把它复制之后呢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我们 程式集里面的那个 当然用那个 复准用程式里面的那个记事本 你可以把它贴上 编辑 取代一个变两个 然后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后再复制 贴到VIOBASIC这边贴上 OK 把它执行 不过全部都A 为什么 因为里面公式都是A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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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 这边的话还要做一件事情 还记得吧 把那个二改成I 那当然把二改成I 其实就是什么 二的部分 放个I 但是I是个变数 你不能直接放 放的话变成一个文字 就不对了 所以怎么做呢 先切开来 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两个AND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切开字串 把I串在里面 因为如果你假设 我今天讲过 如果你实在是 就是有障碍的话 你干脆就记口诀就好了 有没有 这口诀应该都很熟 我已经讲了 都变成很简单 选那个列号 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两个I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再把AND的控格控开 这样就OK了 这一招其实 因为其实大部分同学会出问题 就出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把口诀背起来的话 其实 写这个程式也没什么太困难的 这一关就过了 OK 慢慢应该 懂了之后的话 后面其实就比较简单 这三个处理完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把这个全部都A 然后再执行 就有了 结果一样OK 然后清除看OK 清除OK 所以这两个做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再把这两个按钮做完 有没有 这样都OK了 就大概这样 所以以后做VBA 这已经算是最 最简便的了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 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不要是输出公式 而是希望输出结果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